先给它煮滚 煮滚了过后呢 我们就将所有的材料 都一起把它放下去 香香浓浓的酱味 非常丰富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道糖水 这道糖水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然后可以润肺子壳化痰 而且有养盐的功效 那就是金果莲藕 姜糖水 那这道甜品的材料呢 就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我们就有莲藕 莲藕我是给500克的 然后呢我们就给这个白果30克 再来就是莲籽30克 这个30克呢是干秤 然后我有把它泡水泡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有给16粒的红枣 最重要是这个 姜红糖呢我们就给120克 那甜度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照调整 不一定要跟煮我的 主要这个姜红糖呢就是它有很重的姜味 OK 首先呢我们就处理一下我们的莲藕 莲藕我们就先把皮削掉 削了皮过后呢我们就将莲藕 切成厚厚的薄片 好我们先把莲藕放在碗中 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莲藕放在一个容器中清洗 还有这个白果跟红枣 我们也洗一下 好那现在我们就滚2号升的水 先给它煮滚 煮滚了过后呢我们就将所有的材料 都一起把它放下去 好这里煮沸腾过后呢我们就关盖 把火调到最小啊最小 然后我们煮它一个40分钟 好糖水已经接近40分钟了 将糖水捞起来 哇香香浓浓的姜味非常丰富 好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糖水完成 那这一道糖水呢看到我所有的步骤呢 都应该是难不到你们的啦 那最重要的呢我们就是采用了这个 check up的姜红糖啦 那这个姜红糖呢本身就有很浓郁的姜味的啦 所以呢如果我们煮糖水 我们不需要去买姜回来 洗姜切姜等等的 直接用这个姜红糖呢 就可以有香香辣辣的姜味 而且甜味的啦 那如果喜欢这一道糖水的 给一个赞我分享出去 期待你们的功课 我们下期再见